大家好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五 党史杂谈开始 今天这个党史杂谈啊 我们来开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就是跟毛泽东晚年有最直接的关系 这段话题呢很有意思 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要说的内容 今天要说的内容呢还是跟昨天有联系 就是讲的还是这开国大将王树生的这么一段往事 王树生给了儿子王鲁光两记耳光 为的就是要保全徐向前的儿子徐晓妍的安全 从中呢也可以看出王树生 这位曾经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与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这一家人的深厚的感情 而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 这红四方面军跟这红一方面军那是矛盾重重 这王树生这个人在两大方面军闹内讨的时候 立场非常坚定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应该坐在哪一边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 按照后来的政治研判 王树生的屁股坐歪了 这里呢就引出了一段往事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开国大将王树生 要拔枪毙了这位开国中将欧阳毅 这欧阳毅啊 曾经在红武军团担任过政治保卫局局长 哎 这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位置不低呀 他跟军团长某种意义上讲是差不多的级别 有的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那甚至直接听命于最高级领导啊 比如说罗瑞卿 哎 所以啊 我们看一下这欧阳毅晚年有一段回忆录 里边呢 说的就非常清楚 说的就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 在南下还是北上发生严重争论的时候 引起的一段最直接的冲突 而这个时候王树生就出来了 以前我们学千家诗的时候 曾经学过明世中嘉靖皇帝 给他手下的大臣毛伯温写的一首诗 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一件灵刀啊 说的是这兵部尚书 毛伯温 在南征越南这种豪情壮志 而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位大将拔枪胆气豪 说的是咱们的开国大将王树生 王树生这个人脾气很大啊 但分对谁 王树生的兄弟姐妹当中有好几个就被张国焘给灭了 但是不影响王树生仍然耿耿忠心对着张国焘 所以当这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着朱德和刘伯成的面啊 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面 这王树生就把枪拔出来了 当时王树生对着欧阳毅是一顿臭骂啊 他说欧阳毅你好大的胆子 你反革命假革命 你会说漂亮话 你蒙谁啊 五军团不听指挥 我来指挥你 总部不处理你 我们纵对司令部来处理你 这五军团的军团长是董振堂啊 是宁都起义出身 应该讲是后娘养的 所以这董振堂之前就被张国焘的秘书黄超 打了一记耳光 朱德就在现场啊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 晚年有过专门的回忆 这董振堂挨了耳光之后呢 只能抱头痛哭 不敢有一点的反应 后来董振堂呢 也就这舌在这个啊 张国焘的这秘书黄超手里 那黄超敢打董振堂耳光 这王树生就更厉害了 王树生就敢拔枪 要灭了欧阳毅 这欧阳毅是什么概念的 欧阳毅是毛泽东井冈山的老部下 当年啊 1929年的时候 人家欧阳毅一度是伟大领袖的难兄难弟 关于难兄难弟这个词 我昨天给大家形容过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使用的啊 尤其在党内他有严格的界限 可是呢 在王树生眼中 非我逐类 欺心必义啊 跟我只要不是一伙呢 就肯定有猫腻 他就要处理这个欧阳毅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朱德发话了 朱德就说了一句话 你们干什么呢 欧阳毅 给我进来 就这一句话 王树生看在朱德的份上 这把枪呢 重新给噎起来了 所以欧阳毅晚年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若不是总司令挺身而出保我 我就危险了 这句话包含的内涵就太多了 这位王树生呢 脾气的暴躁 立场之坚定 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后来 由于这个张国焘已经垮了 红四方面军灰溜溜的 那王树生 从外地被人家给赶回了延安 没地方安排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缺德啊 提出来 说王树生 发牢骚 从外地回到延安 他自己说没地方给他安排工作 那就让他去领一个炊事班 学一学做饭 这件事情呢 一下子就飘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毛就知道这情况了 毛马上就把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 这就是另外一个开国大将 也是毛的顶尖亲信 把谭政叫来了 说你去了解一下 我听说王树生从外地回来 到处发牢骚 有人呢 还要给他发配 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谭政呢 就去了解了一下 谭政了解回来之后呢 说王树生发牢骚呢 是真的 但是咱们这帮兄弟呢 对待红四方面军 也确实太不客气了 原来当着师长的都一律给变成了营长 原来当这个营团长的就直接给变成大头兵了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啊 不管你原来是什么级别 一律当总务科科长 管这个后勤 军队这块 政工这块 组织这块 人士这块 四方面军一个人都没有 这就不要怪王树生发牢骚 毛泽东一听 说那好吧 你们把王树生给我叫来 于是呢 就把王树生给叫来 毛泽东一见王树生 首先伸出自己宽厚的手掌 握住王树生 这个无措的手竹 对王树生说了一句话 人回来就好 就这一句话 把这王树生给感动的 差一点就哭了 从此以后 这王树生呢 就死心塌地的 跟着伟大领袖走了 一直到晚年 那都是忠心耿耿 所以呢 从这个张国焘到毛泽东 我们看一下 人家为什么喜欢工农干部 工农干部 就是特别好摆动 人家没有别的想法 这晚年的王树生呢 在临终之际 伟大领袖 专门派周恩来同志 去看望了 这周恩来呢 风尘仆仆的 赶到医院 这时候王树生 离嗝屁 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候呢 恩来同志 就握着王树生的手 说啊 树生同志 我来晚了 啊 王树生特别感激 说总理整来了 因为总理那个时候呢 工作太忙了 啊 家里外边 一尖挑 所以王树生感到特别的感动 周恩来说 我是代表党中央 代表主席来看望你的 这王树生呢 更感动了 并且呢 周恩来继续忽悠王树生 说你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这王树生拼尽人生的最后力气 啊 说了一句话 我做的还不够啊 确实不够 因为他光拔枪啊 没开枪 这个确实不够 就这样呢 王树生就这么就给忽悠走了 从这王树生父子 包括这王鲁光 他们的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 王树生的老伴啊 杨老太太 写的那幅字 血肉相连 风雨同舟 人家不是随随便便发感慨的 啊 对于同一个山头 同一块土地 同一个群体出来的这些 他们确实是生气相求 生气相连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老照片 大家都知道 是1979年 邓小平复出之后 难得的一次啊 亲民的这个举动 他在登黄山的时候 给这些大学生签名啊 这张照片呢 经新华社 经人民日报播发之后 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 整顿过程当中 本来就很得民心 老百姓呢 把他看成了新希望啊 而这个时候邓呢 又做出这么一番举动 特别是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 由于邓上台之后 重新恢复了高考 很多小人物 很多炒根阶层 得以呢 重新攀爬到金字塔上边 他们本身就心存感激 再加上邓又这么春风拂面的 给他们签名 所以这件事情呢 保留在很多这个时代啊 生活的人们的记忆当中 可是大家不知道啊 在邓小平上黄山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这段故事呢 还多亏咱们的炎黄春秋 把邓小平的这段笑话给披露了出来啊 就像咱们这个前些年看路遥的那部小说 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剧之后 我们都看到啊 这袁洪就靠这部剧开始走红了的 那部剧里边呢 有一个二书 他挂着口头上的就是三个字 感谢党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党 感谢咱们党 给咱们看到了炎黄春秋这本杂志 如果没有炎黄春秋 2002年第一期啊 上边的这篇文章的介绍 我们还真不知道邓小平 在黄山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炎黄春秋2002年第一期 他讲的是这么一段故事 啊 我把这个截图也给大家发上来了 1979年7月 邓小平携家人游黄山 按照规定保卫部门 封山 把从五湖南京杭州等地来的旅游车 全部挡在外边 挡在山脚下 让他们掉头返回 因为有重要领导人 要参观游览黄山 这是规矩 同时呢 还把山上的游人提前赶下山 不准停留 就在这个时候 邓小平呢 领着全家 哎 人家就开始玩这黄山游玩了 游着游着 邓小平就有感慨了 这小平同志呢 看到这个山里边没人 就不禁的感慨的对陪同人员说 黄山风景这样好 怎么没有人来观赏呢 哎 这就想让我们想起当初这进会帝司马忠说过的那句名言 何不食肉迷糊啊 还有蔡太师的孙子不知道大米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以前呢光是责备这些全二代 说他们懵懂无知啊 生长在深宫富人之首啊 不时不知架设的辛苦啊 不知江山设计来的不容易 其实他们之所以被培养成那个样子 还是要从他的祖宗身上找原因 邓小平可以说是身经百战 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一生三起三落 可是这位付出的老同志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在游览黄山的时候居然能问出这样的话 风景这么好 怎么没有人来观赏啊 而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会有大学生找的签名呢 因为有一部分在山上的大学生 意识到这个保卫部门呢 为什么这么急于把人改下去 一定是有大人物来了 所以这些大学生呢就硬是不肯下山 而这个时候老邓呢 领着全家人就已经在往山上这边走了 所以保卫部门呢又不好采取特别强硬的措施 关键是这个时候在安徽主政的是万里 万里是开明派的骨干人物 他到安徽之后呢 采取了一系列宽松宽大和宽厚的政策 因此呢这个保卫部门没有像之前那样做的那么绝 也就因此这些大学生呢幸运的留了下来 最后呢就出现了老邓给大学生签名的那一刹那 这合影呢就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所以后来啊 温家宝总理的领路人 地质部的部长孙大光 他就说过这样一番话 这是八十年代末第四期聊望周刊上 有一篇采访孙大光的访问记 孙大光就说 像我这样曾经做过官的人啊 过去或现在比我的官做的更大或略小的人 总之一切代表人民执掌一定权力的人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 严一点 总比松一点 好啊 这是孙大光晚年的这么一段回忆 他的这番感慨 其实也是首先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而访问记之所以 把邓小平上黄山 以及孙大光这番感慨 放在一起 登在炎黄春秋 2002年第一期 这篇文章当中 其实就在提醒大家 不管这个领导干部啊 他上升到什么程度 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 他一定会说出何不识肉迷糊 黄山风景这么好 怎么就没有人来看看这样的婚话 这种话呢 既可以发生在进会帝司马中身上 也可以发生在那些啊 身经百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 一点都不奇怪 但实际上 又不可能不脱离人民群众 因为对权力的追求 最终的极致 就是要爬到金字塔的塔尖上 一旦爬到塔尖上之后 你怎么可能跟底层的这些炒根 还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呢 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里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种执政模式发展到最后 就一定会出现何不识肉迷糊的现象 而他们的子女 沿着他们老一辈人所走过的道路 最终呢 也一定会出现类似司马中和蔡太师 孙子这类的笑话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个人是溥仪点过名的 大清朝王就王寨 二王三贝勒 这个贝勒呢 就是定亲王府出的贝勒 军纪大臣玉朗 这个玉朗的玄祖父 就是他太爷的老爹 是大清朝定公亲王 绵恩 绵恩是谁呢 爱新觉罗绵恩 是乾隆最喜欢的孙子之一 他是定亲王永皇的二儿子 后来呢 乾隆皇帝指定绵恩 承袭定亲王 而这个绵恩呢 身上还有一点这个祖宗留下的痕迹 就说这小伙子呢 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好动 练得一身好武艺 所以乾隆皇帝看到他啊 这么有本事 就让他统领京师的火器营 特种不对啊 这个人啊 武艺非常超群 攻马娴熟 可是历史上对他评价并不高 说绵恩这个人貌美而内昏 为什么这么说 举一个例子 有一年啊 北京这个正阳门突然起火了 这绵恩带领火器营啊 带领他手下管辖的这个队伍呢 去救火 这火起来以后啊 正好啊 就沿急到啊 这个正阳门附近 一些这个 就是超持皮肉生意的啊 这些啊 买卖人家了 这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我就不用详细给大家描述了 所以这时候呢 就有一些妓女啊 也出来避难啊 这个妓女呢 穿的跟一般的这个女同志穿的 他就不一样 花花绿绿 什么都有 然后呢 他们站在一家的这个门檐下 就躲避这个大火 绵恩只会救火的时候 刚巧就看到了这些啊 穿着怪异 花花绿绿的这些女的啊 绵恩就感慨了 绵恩说你看啊 这也不知道谁家这么有福气啊 养了这么多姑娘 穿的还这么好看 陪伴在这位定王爷身边的这些手下 都不敢笑出声了呀 说咱们这位王爷可真行啊 啊 谁家能养这样的姑娘啊 所以这件事呢 在清朝的这个啊 王公贵族当中呢 曾经一度流传的特别久 换句话说呢 在乾隆的众多的孙子里边 这绵恩和绵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继位以后改名叫敏宁 这都算比较出色的啊 可是呢 他们一样这样貌美而内婚 由此呢 我们想到南宋这个太学生啊 我们知道这个两宋这个太学生这个群体 有点类似于今天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啊 这个群体很有意思 他们经常啊 对这个朝政提出批评 有的批评呢 还特别的尖锐 比如说南宋太学生写过这么一首词 南乡子啊 其中呢 有这么两句特别有名 绝父既无谋 绝子安能解国忧 万里归来夸舌便春牛 好摆头时便摆头啊 这写的是红脉啊 被这个金国人给拘留 回到南宋朝廷以苏武自居啊 这个太学生们呢 就看着就不顺气了 就写了这么首词来讽刺红脉 但是这里边的这句话 我认为说的特别有道理 绝父既无谋 绝子安能解国忧 这句话不仅可以形容历史上的那些高粮父子或者叫虎父全子的现象 也可以形容封建家长制和世袭制的极大的弊端和他的宿命 换句话说啊 这个世袭制是一条绝路 是绝不可能有出路的 从他们的儿子身上的表现 再回馈到他们老子身上的表现 两者相得益彰相应成趣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温向说时政会员频道 每天都有更新 再见